夫妻之间的感情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问题说正常的 但是如果有问题两个人都闭口不谈 任由感情破裂 那么这样的婚姻迟早会破裂 婚姻一定不是爱情的宝藏 虽然说只有爱到一定地步才会走进婚姻的殿堂 夫妻间恩爱的表现有很多种 不爱的表现也有很多种 如果各种麻烦缠身 婚姻很有可能无法继续 以下十条小事情 如果你们之间中了三条以上 那么你们的婚姻岌岌可危 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 一定要考虑好 一旦决定就好好和对方在一起 相互珍惜 家庭幸福 人的精神面貌才会好 才能越活越年轻 第一条 天天吵 随便一个理由就会大吵一场 一点小事就会吵架 回家比工作的时候还累 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意思 人们常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个人向相反的方向走 怎么可能会走到一起 第二条 当你们已经无话可说 说明已经心不在一起了 夫妻二人每天生活在一起 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 两人无话可说 第三条 互不信任 相互说谎 这说明你们连两个人在一起 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了 第四条 各让一步才能长久 婚姻里没有那么多对错 喜欢讲道理 不喜欢谈感情 第五条 如果你的家庭存在家暴行为 经常是女性吃亏 家暴是无法原谅的 作为一个女人 找一个男人 就为了找一个避风港 找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再被家暴 真让人寒心 第六条 出轨 这有什么好原谅 绝对不能再给机会 因为出轨有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爱情最怕的 莫顾于背叛了 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忍受爱人的背叛 与欺骗 我们都渴望一段真挚的感情 两个人相扶到牢 但是 假如有一个人 对爱情不忠诚 这样 他会对所谓的爱人敷衍了事 纯粹都是应付 第七条 有多少家庭 就是因为婆媳关系分了手 和婆婆或者岳父岳母争吵不断 第八条 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都没有问题 不赚钱也没毛病 但是不能抱怨 一个人赚钱 另一个人抱怨赚得少 第九条 没有感情 总会厌烦 有幸无爱 或者有爱无幸 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婚姻总是很难保障 第十条 经常提离婚 两个字不是随便说的 经常说总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第二天会儿 我给予 PHIL 感谢观看